我们把刚刚的程式改成VBA,我已经写好了 细节我就不赘述 我们来看一下,程式部分的画面check一下 第一个的话,如果你要把云端上的程式拿来用的话 你们可以找到改为VBA版本部分 我是把它放在第16页,sub.entersub 其实你很简单,直接Ctrl-C 然后直接把它Ctrl-V 贴到哪里呢,记得V就back里面,一样先按右键 先把这个移掉 打开之后都按右键,反正你只要写VBA的话 一定就是记得按右键插入模组 因为我发现程式不太熟 反正以后就这样就OK了 写VBA你就记得这个步骤 其他步骤不知道没关系 不然我发现很多人第一个步骤就不知道 而且有些人乱点 点两下白的就写,写的就 也可以弱啦,但是我不太建议你把它写的写在序子里面 因为如果你写在这个序子 你另外一个序子可能就呼叫不到 OK 那我是建议你写在module 因为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OK 因为我尽量想一个方法 因为如果说 你要把所有程式每个细节都学 学完的话 学不完 太多了 所以后来我发现 以后就记那个 固定的 所以后来我甚至干脆 把12345 最多不要超过五个步骤 把它画出来 你们就照这五个步骤 保证不会错 就够了 OK 所以 所以我觉得 有时候不是说你学了一大堆 而且 还有一个问题 每一本书写的也不一样 每一个老师教的也不一样 这真麻烦的 对 这怎么办 我是提供我自己的经验 就是 最简单的经验 那我会思考 这个东西到底够不够简单 如果还不够简单 没有你再告诉我 老师你在讲的 还不够简单 有没有更简单 如果有更简单的方法 欢迎再提供给我 OK 因为我都尽量想那个简单 主要是因为我发现 以前讲的很多 但是同学都 无法吸收 OK 所以我现在 慢慢上课 就是 采取那个 三趣法 就是有些想想 这个到底要不要讲 讲的对你们到底有没有帮助 如果没有帮助的话 那我还是暂时不要 不是不重要 是说你根本这辈子用不到 我跟你讲这个干嘛 对不对 徒劳 就是增加你们的脑袋的容量负担而已 OK 但是如果其他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 请你自己去看书好了 好不好 OK 我只是告诉你哪些是最重要的 好不好 OK 好 那再来的话 第一步 记得以后 VPA 打开 有没有 记得一定要开启 开发人员 按右键插入什么 模组 第二步的话 请你把云端上的范本贴上 就刚刚那个东西 就写完了 那写完之后你会发现有哪些不一样 其实 大概就是这个地方 第一个 sub 有没有 end sub 名称这个要定一下 这个input 这边改成input bus 然后在那个VPA里面 不用转型 VPA里面 弹性比较大 不转型也不会错误 另外的话 还有哪些地方 还有就是说 那个什么 求余数的话本来是百分比 在这边的话是叫mod OK 另外的话呢 还有什么 这个 等号 特别是有刚刚有同学问到 那个在python里面的等号 通常有两个等号的 也有一个等号的 可是在VPA里面的话 就只有一个等号而已 OK 所以这个也是还蛮常遇到错误 那特别是如果你是python的 假如是两个等号的话 那就是左边跟右边的比较 结果是true还是false 如果一样的话就true 不一样就false 但是如果只有一个等号的话 意思是把后面的资料 赋予到前面的变数里面去 OK 所以有一个等号跟两个等号 是不一样的 也不要做错 那这样OK了 VPA是只有一个等号 所以有时候反而 学太多这个语言 常常会搞混 一个等号两个等号 OK 只要你大概记 因为我已经 写很久了 所以应该还好 这些问题都已经记起来了 我把两个差异的点都已经大概知道了 OK 那所以 一幅后面 只是说冒号改成 那print把它改成Magic Box 有没有 那break的话呢 就把它改成叫AdSub OK AdSub就跳开 跳到哪里呢 跳到AdSub的位置 那意思是说就离开了 就拜拜了 所以其实在 VPA的话 比较OK的地方是说 它不用像break break的话它还会直行下面的 这个可以用AdSub就可以 整个就跳里了 OK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 反而更好去操作 那另外的话如果跑完之后 都 没有被整除的话 那表示是直触 OK 那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53 Enter的话那应该是跳什么 是直触 OK 就这样 差别是说一个是 在那个 Console 一个是在 这个Input Box跟Mesh Box差别 这个是51 OK 不是直触 结果应该一模一样 那另外的话呢 VVA前面讲过 你甚至可以把什么 把这个Input Box 把它改成在哪个range里面 得到资料 那可以把这个Mesh Box 把它丢到 什么 就是储存格里面 也可以直接操作 这个Excel 就是在做变化 所以我有在那个云端上面 也有放 比如说呢 你可能可以在 这个Excel里面 设 A1里面 输入这些 前输入一个整数 然后把B1的值 丢到那个什么呢 丢到那个Input Box 那个位置 那把那个结果 这个的值 本来是Mesh Box 把它丢到B2的 这个里面就OK了 改完的话有点像类似底下这个地方 就是 用什么呢 用那个 Range 本来这个地方是 Input Box 那这地方我把它改成什么 把它改一下 改成就是用那个Range B1 只是这个储存格 输出的话呢 把它改成Range B2 这样也OK 细节部分的话 请自己再去做修改就好了 那另外的话呢 在那个VVA里面 如果你要写 像刚刚那个Function 设定 函数的话 那怎么改 其实 道理 也几乎一模一样 比如说呢 我们刚刚 那个 我们是怎么样 在上面写 那一样啦 其实 VVA呢 你可以 不一样的地方是说 你可以写在上面 你也可以写在下面 但是Python一定要写在上面 你不能写在下面 OK 那不会我们两边用一样的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假设 我要写一个没有回传值的话 那我写一个sub 我讲过那个没有回传值在VVA是sub 名称叫test 小瓜糊 Enter 好 那我就传什么 传这个prong好了 一样 把这个传给他 那我们1 其实跟那个Python有点像 1先在上面建一个 一个Function 2的话呢 把除了第一行以外的程式 搬到这里面来 有没有 3的话呢 你在 这个主程式 的地方怎么样 去呼叫他 所以呼叫的话 把这个呼叫的方法就是这样 直接把 sub后面的 这个名称有没有 Function名称 跟他要传的参数 带过来 这样子我们就写完了 也就是 把这个程式 改写成 两段 一段的话呢 是下面这个叫主程式 上面的话呢 就是被呼叫的 一个副程式 或者叫做Function 诶 写完了 这概念一样啦 其实不管是 Python VBA啦 你用Java啦 你用其他语言 其实道理 都差不多啦 为什么因为 以后程式越写越复杂的时候 一定会需要 把它精简 那就会需要用到Function 那这个是没有回传值的 没有回传值 我们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执行的话你记得 游标一定要放在 这个Sub里面 表示你要执行这一段 有没有 它一样会出现 53 那不是植数 是植数 OK 是植数 OK 所以其实 跑出来的结果应该会跟刚刚是一模一样 只是说 不是植数 OK 只是说 我把它改成 它是 所谓的那个 没有回传值的 那再来最后呢 如果你要把VBA 改成有回传值的话 该怎么改 特别注意 这个可能会 比较 复杂一点的地方就在这里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有回传值的话 1 把上面的 Sub改成什么 改成叫Function 名称的话 这个地方可能要改一下 叫Function OK 把Sub改成Function 这个字稍微 比较涌长一点 就Function 1 修改 名称 叫做 Function 不过你会发现 其实 VBA这个编辑器 它还蛮人性化的 你如果改完之后 各位不要有没有发现 他刚刚这个地方 这个本来是叫 End Sub 这个是叫 Az Sub 他自己居然帮我改 真是太贴心了 OK 这种编辑器 真的让人家喜欢 OK 不然有些编辑器就是没有 就不会让你改 就觉得每次出错 所以有些编辑器 就是要很优秀 像我是觉得这个 VBA的编辑器其实 算是还蛮人性化的 我觉得有部分OK 好第1个 把Sub改成Function 第2个的话就叫 返还 那可是返还的话 Return 特别是主要在哪里 Return MagicBox 其实就是刚刚的print 一样的道理 把它改成 刚刚是Return 对不对 这里的话记得 把它改成这个名称 它的Function名称 加在哪里呢 不是Return 是加在这个前面 然后加中间串一个等号 意思就是说 把最后的结果 丢给 这个Function本身 去储存 这样子是有回传值的哦 那也就是说把这个值怎么样 先放在那个Test的这个Function里面 那所以特别是要 我们如果要改的话 主要是 它回来会Return 所以一样 你就是 刚刚是这样改 S等于嘛 这样 那你再来就是加一个 在这边 没有print 所以用什么 MessageBox 然后把S print出来 OK 有没有 意思说把这个 丢过来的东西是值处不是值处 其中一个 先丢到S 然后再利用MessageBox 帮我把它 秀出来 OK 这样说 那一样 你如果不要S的话 直接怎么样 把这个改成什么 改成 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又省力好了 OK 有没有 这样也可以了 就跟刚刚那个print的道理差不多 这两者我觉得 好像似乎没有差异太大 因为我都是 按照一样的逻辑 把乘字写 我们来乱乱看 要不OK 但是 教各位一点 就是说如果在那个 VBA里面 如果你要除错的话 你甚至可以按F8 F8的话就是什么 它可以逐行逐行跑 输入53 Enter 你会发现它会停下来 那你可以看它那个整个跑的过程 也就是说你现在里面print放什么 53的字串 所以它会丢过来 然后 有没有丢到这上面来 它是一个function也把53带过来的参数 那一样就在这里面跑 一直下一行下一行 一个一个跑了 因为它跑太久了 甚至我会配合一个什么 配合一个那个 因为这个53应该是 不是植树 所以你可以设个中断点 停在这里下 让它全部跑完 那里面的话 我跟这样 我现在是植树 那就是 再把四植树 丢过来之后的话 结果 按确定 它就会把这个值 传回到这边 并且帮我 秀 秀结果出来 OK 所以 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刚刚的那个 程式部分 我是把它放在云端的第 17页的地方 跟着一下 应该是第 第16页 这一段 那至于把它改成那个 方圈的部分 我等一下一样把它贴到下面 画面先旁边 如果我想要写一个拆数字游戏 那可以是什么 假如说 第一个先乱数 在电脑里面抓一个1到20之间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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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 那跳出来说 请在1到20之间让你拆 那当然 它已经乱数产生了 并且把那个 乱数取得的 这个值 存在一个变数里面 当然我们不知道 那我就猜 可是要怎么猜 最 快把它猜到了 我们就先 1到20 那我们就先取中间值 比如输入10 Enter 这个时候的话 输入这个10 它就帮我跟那个 它乱数产生比对一下 那我怎么知道是 对的还是不对 所以它会有三种可能 一个是 答对了 对 假如是10 那一次就答了 那另外第2个是比它小 比那个乱数产生的还小 第3种呢 比乱数还大 所以它提示我一下 OK Enter一下 太高了 低一点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踩那个删去法 法什么 10 10不对嘛 太高了 所以应该现在 可能的值就缩小范围 应该是多少 1到9 所以再来的话呢 应该就 再把它缩小 那应该是 1到9 中间值 数到5吗 OK 好不好 那就再缩小 它会提示我 要不就对 要不就太高 要不就太低 Enter 恭喜答对了 你运气还蛮好的 OK 那类似像这样 那我们怎么样可以把这个程式写出来 那里面的话 第一个啦 因为我们还没有讲到 如何产生乱数 所以第一个你可能多学 一个 产生乱数 那其他部分就比较简单了 其他部分 还需要什么 第一个 回圈 回圈的话就是说呢 因为我不知道说你会猜几次 所以 理论上画回圈是比较OK的 对不对 那再来的话就让他 去拆 那拆完之后的话呢 告诉他说你到底是 三种可能吗 一个 要不就是你答对了 要不就是你拆太高 要不就是你拆太低 我要提示你 所以底下的话就有逻辑判断 那总共会有三种可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程式 基本上这个程式 应该也不困难 其实呼之欲出 来看一下 总共程式只有11行 首先的话呢 若要产生一个乱数的话 那请各位注意一下 第一行的部分 比较特殊 这个地方的话 有一个叫 Inport的动作 特别是 这个Inport的话 Random这个模组 它已经 在那个 Python里面了 但是它没有把它 预载进来 所以如果你要使用Random的话 记得要多做一个动作 Import 你可能要先 Import这个Random 利用这个模组里面 它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名称叫什么 叫做Random 多一个 Range 有没有发现Range 跟那个Range 有点类似 但是它产生的是一个什么 它不是像那个Range 产生连续的 这个资料 而是什么呢 在 这个范围之内 所以你跟他讲 1到20的话 那就是1到底 特别是 1是从哪个数字开始 到哪个数字结束的话 那就是 一样的道理 如果到20 那就21 OK 其实它另外一个方法 要Random Int Int 就是 E20 可是我 我是又想 因为我们既然交过Range 不如就干脆 名称很接近 你也比较好记 不过它另外有一个方法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查一下Random里面的方法 OK 那再来 所以呢 它会在1到20之间产生一个Range 所以刚刚产生的是5 所以它就产生5 然后把这个5的 值 先存到前面这个 RND的这个变数里面 那接下来要做什么 就让它不断 那你就开始拆吧 那可是你会发现 底下我写一个 File回圈后面 很 特殊的一个写法 你想说 File后面不是一个逻辑判断吗 那你想说 File E冒号 其实我前面讲过了 File E的话 指的就是什么 指的就是True 或者你也可以 打一个File True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说 你就不断的帮我 如果你没有BREAK的话 那你这个程式永远跑不出来 OK 所以特别注意 那什么地方呢 会BREAK 有没有 这个是 有点像油门踩下去 那当什么时候BREAK 当他答对的时候 有没有 所以一定有这个的话 记得一定要有这个 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那程式永远跑不出来 就无穷回圈了 接下来的话 底下部分就是 让他拆吧 所以底下 那我就是让他 请在 拆E到时间拆个数字 Input 转型给G 那 其中可能吧 IF什么呢 要不就是G 小于RND 那就跟他讲说 你这个太低了 高一点吧 那反思的话 有没有 LIF这个前面讲过 那就太高了 除此之外 那剩下 就剩下来的 所以你这个就不用LIF 如果相等的话 你当然可以打个LIF 然后呢 G等于等于RND 冒号 可是好像有点多余 因为 剩下没有了 一定是答对 所以呢 如果呢 剩下来 是 相等的话 那表示恭喜答对 记得 底下一定要个BREAK 如果你没有把BREAK加上去的话 那程式就会出错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撰写一个 这一个 不断拆 那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我需求 因为如果一直拆的话 他乱拆 那次数没限制的话 感觉好像这个游戏 不怎么好玩 所以最好是什么 如果我今天 你最多只能拆三次 假如你三次没拆对的话 你就不能继续拆下去了 三次 所以既然有次数限制的话 那你可能要想到什么 把那个画一帽改成4为圈 意思是说 你只能跑三次 有没有 For I in range 有没有 你可以1到点 1到 123 那到4 有没有 那 跑完 之后 可是问题底下程式 也要稍微变动一下 OK 那至于怎么改 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 第一个的话 先 是没有限制版 那第二个的话呢 把这个版本 来试试看 改成 有限制次数的 当然呢 如果你要限制他次数 比如说最多 只能够 三次的话 其实 不是只有用4为圈 4为圈是一个方法 其实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里面其实你可以多一个变数 去计算说他到底跑了几次 有没有 如果跑第1次 把它加1 第2次再加1 第3次 再加1 如果次数呢 假如已经 这个 大于 等于3的话 那表示怎么样 这个时候 就不能继续拆了 也可以把它brick 这也可以的 这其实 可以有两种写法 至少 一个是你用4为圈来写 一个的话呢 也许你就直接在 里面加个变数 这也可以 试试看